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礼拜五从开高197点一路跌一路跌 收最低跌190点 身份管因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 MSCI新的权重盘后生效 一般来说每当这一天如果拉高收 隔天都会开低 如果压低收隔天都会开高 所以上礼拜五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 虽然开高左低跌190点一天而已 隔天就会开高了 上礼拜五是不是这样讲 你看今天一开都开那么高 上礼拜五 你有没有危机路市 有没有 危机路市才有超额利润 我每天讲每天讲 讲很简单 真的当你遇到了 你敢不敢下去买 那才是本事对不对 别人不敢买你敢买你就赢了 你看今天一开开那么高 今天一开盘就涨了200多点快300点了 然后一路涨涨到438点 收盘涨362点 上礼拜五你也赶路败 今天是赚大钱了 只要你买对 要买什么是对的 但是跟AI有关的嘛 礼拜二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 你看这两天 所有大咖都来台湾了 而且大家都排时间 开始在做演讲了 礼拜天的时候 黄仁勋 除了在职棒开球以外 还办了一场讲座 人山人海大爆满 据说想要进去听演讲的 排队排了两三公里 很多人买不到票 那也没办法啊 对不对 他在演讲会场上面 极力的推销AI 同时也捧台湾 捧的很卖力 所以台湾是AI的中心 台湾对于AI的贡献 不知道在人疼 谁在对台湾好 谁在捧台湾 大家看在眼里嘛 所以所有的台湾人 所有的国人都喜欢他 正常啊 那谁在欺负我们 谁在背革我们 抵制我们 在修理我们 大家也看在眼里嘛 对不对 所以你做什么事 一支刀一点路啦 大家看在眼里都知道了 上礼拜五 美股大涨 上礼拜五 美国发布四月的PCE 个人消费支出 年成长2.7% 月增0.3% 这个数字符合预期 所以道琼大涨 可是纳达哥跟Fed Party 没有涨 那呢 为什么是道琼大涨 科技股没有涨 什么原因 因为道琼 最近跌了将近两千点 道琼最近跌了两千点 道琼是传统产业的大本营 可是科技股的部分 纳达克并没有什么跌到 Fed Party也没有什么跌到 都还在历史高点 所以Fed Party跟纳达克 还在历史高点 道琼已经跌了两千点了 那数据不错 当然就是道琼涨上来嘛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上个礼拜 上礼拜五 几个主要的公司 ADR部分是小跌的 台积电跌1.2 联电跌1.9 日月光跌3% 那AI概念股的部分 普遍波动都不大 跌比较多的美超为跌5% 博通跌2.6% 辉达跌0.7% 波动都不大 波动比较大在这里 Dale大跌17.8% 这个礼拜我跟大家谈过 数据不错 数据不错 可是已经涨高了 涨高在发布利多 反而变成利多出境 那惠普 大涨完之后 礼拜五是回档 4.85% 因为前一天礼拜四 也大涨了十几% 所以美国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 一句话前我就讲了嘛 一个月前我就讲了嘛 台北国际电脑展的开幕 会让AI概念股 全部重新再起来 会记得吗 因为所有AI概念股 包含美国包含台湾 全部都修正一波了嘛 修正完之后 惠普是飙涨了 Dale也大涨创新高了 辉达修正完之后 也大涨创新高 微软也创新高 AMD做了底部出来 这也够起 美超微底部也出来了 高通也创新高了 博通也创新高了 美光也创新高了 你看在修正的时候 林大涨一个月前就跟大家讲了 台北国际电脑展 会让所有AI的股票 重新再回头 重新再起来 就都抬起来 这个月来 台湾的AI概念股 也都抬起来啊 对不对 林大涨在第一时间 我等下一个月前 在一个月前 大家还在营建 还在重电 林大涨就讲了 AI概念股 要开始起来了 台北国际电脑展 筋费筋费 你看当党AI概念股 是不是全部都起来了 所以林大涨的前瞻分析 让你能够领先布局 这个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嘛 所以你看我节目 我不会跟你讲什么 今天涨停板什么股票 讲什么意义 受完盘再来录节目 讲那些股票都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跟大家分享 下一波的主流 下一步是谁要开始涨 让你能够从底部开始买 这样才有用嘛 是不是 你看今天AI概念股 全部都起来了 台积电也大涨 微星也大涨 台光电也大涨 创意一路拉到涨停 对 普瑞KY也大涨 信淮也大涨 今天AI概念股 又全部起来了 市场资金66% 重回电子股 大家开始去抢AI概念股 你现在买会不会太晚 要嘛上个礼拜 趁跌的时候买啊 对 甚至于更早一点 一个月前就该买了嘛 一个月前在底部的时候 你都开始讲啦 那时候你就要开始买啦 你今天自己去堆会太晚了 今天去再去追是怎么样 是臭热闹 当然行情都涨 今天再买已经慢了啦 已经比较慢了啦 炸日就改买了 不然最慢最慢 上个礼拜 拜三拜是拜五 连路三天 你三天落买 怕你大气 也对嘛 对不对 等到今天再买就慢了嘛 今天最高涨了438点 上星期你如果抽烧的 怕你就大坛了嘛 那明天电脑展开幕 怎么办 今天大展 明天开幕 明天开幕后 行情会怎么走 要注意哦 要小心哦 关键时刻 重要时刻 林合宴都会特别提醒你 明天电脑展开幕 要注意哦 我上班开始跟大家谈了 台北股市 加权指数 在走15天的倍数 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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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压回29天 那29天 这次上来 我提醒你注意第30天哦 注意第30天哦 第30天 第30天 在什么时候 爱注意哦 尤其目前MACD 已经有背离讯号出来了 一波比一波高 指标一波比一波低 你看之前这一波也是 一波比一波高 指标走低 后来跌了一波1200点了 那这次上来 背离讯号又出来了 所以接下来 明天在电脑展开幕 要注意哦 起关的股票 都不能堆的啊 只要是AI相关个股 只要是电子股 涨高的都不要再去追了 要买没关系 找table的股票买 找底部的股票买 要买没关系 找底部的股票买 目前AI概念股 原本我说还有三档 对不对 还在底部的 我今天找到一档 还有四档 有四档 底部的AI概念股 你想要做没问题 我带你买底部的这四档 其他高档的 你都不够去堆啊 搬来跟你员一起做 来跟我一起合作 我带你进 我会带你出 带你进 我会带你出 我带你买 我会带你买 我带你买 搬来跟你员一起合作 这不是问题嘛 对不对 顺便比较重要嘛 顺便比较重要嘛 台积电我也给大家看过了 台积电的周期也是 这是15天15天15天 这是30天上来 我提醒你 第30天要注意哦 今天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涨了25块钱 今天起25块 台积电第30天要注意哦 今天上来之后 明天再买高 第30块要注意哦 该卖你要会卖 该卖你要会卖 你看我今天在做什么 今天大概抢股票对不对 今天6月3号 礼拜一 今天一开盘 一开盘 技嘉330卖出 我知道开高啊 趁着开高我就卖啦 趁着开高我就卖啦 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股票市场就是 你丢我捡我丢你捡 你不要我来收 你要了 给你 你不要想说哦 我要卖在最高点 不可能的事情啦 你不是神 你不是超人 你不可能卖最高点 做人哦 都好就好 刚好就好 安全下车就好 今天一开盘 通知卖330 今天最高331 今天技嘉收盘 323 323 我一开盘就卖了 一开盘330就卖了 我们买280的 买280卖330 一张5万 10张就50万啊 买个10张就50万啊 买个10张280万 你们都有啊 280万一个月赚50万 就好啊 钱收回来 乐腾的钱 小小的钱 够6台了 不够爽快 对不对 你喜欢掏钱给别人呢 还是喜欢收钱回来放口袋 对 钱带小小的比较爽了啦 你看我技嘉给大家看过啦 高档将员不要买 390下来 时间周期就算给你看啊 预告跌12天 跌到12天的时候提醒你 时间搞熬 爱求熬 技嘉买280的 买280的技嘉 今天卖330 健好收嘛 是不是 林老师你不是讲 外资说目标658 那现在才330 为什么要卖 外资不是我们的阿公啊 我听他话干什么 我有我的看法 外资的话 听听的就好 该卖我就会卖了 该卖就会卖了 不要怕卖错嘛 如果卖错 我再买新的股票就好了啊 对不对 所以不要舍不得 我先卖你第二档个股 今天第二档个股票 今天一开盘之后 卖技嘉同时 第二档 卖微星 一开盘卖微星 200块 一开开到206 200块随便卖 工夫较好的 脚手较快 卖204 卖205 都有 那200块 至少卖得到 就算还要缠 200块也没得到 今天微星说多少 197 我们卖200块 也没真漂亮 对不对 也卖得很漂亮啊 都涨这么多了 都去这么多啊 可以了啦 见好收了 当时你们不要 我们都买 那现在你们要了 都给你们 股票就是这样啊 你丢我捡 我丢你捡 在取舍之间 你要拿捏也好 你的宴 代进 都会代出 有没有代进代出 有没有代进代出 你看上星期 都会使这个卖股票啊 大盘是大盘 个股是个股 大盘只是一个方向 个股有个股的节奏 有些个股先涨了 先到高点 后涨了 比较晚见高点 你看上个礼拜 光宝科涨停 又涨 上礼拜一 光宝科122 9.21分 随便卖都卖得到 卖完之后 光宝科 到今天 到今天 今天光宝科 起三户 一百一 今天起三户 不败哦 一百一 我们上礼拜不败 有的一百二十二的 有没有代进代出 上礼拜 上礼拜 有的一百二十二的 有没有代进代出 对 至薪 上礼拜大涨 又涨 上礼拜三 至薪三百二卖出 上礼拜三 三百二卖出 九点二十三分 九点二十三分 我也没有卖最高啊 当天最高三百二十六啊 我卖三百二 十张就六十万啊 今天至薪 三百零五 大盘大涨他都起不来了 大盘大涨他都起不来了 三百五 三百零五 我们买三十二的 买两百六卖三百二 十张一张六万 十张六十万 买十张两百六十万 两百六十万 我们买一个 两百六十万一个月时间 我们买这个 两百六十万一个月赚六十万 好不好赚 不错了啦 你两百六放在银行 三百六十五天 才两万六 那才两万六 跟着林月一坐 对我走 两百六十万 赚六十万啊 一个月的时间 上礼拜 台达店买三百零五的 上礼拜二 九点五十六分 台达店三百五十三卖出 三百五十三卖出 三零五买 三五三卖出 一张四万倍 十张四万倍 今天台达店很强啊 今天台达店很强 大起十二块 收盘在三三八 收盘三三八哦 我们上礼拜没多少 三百五三 今天大涨 还比我卖的价格还低啊 我们没吃 我们没吃 有没有待见待出 林月一买的 都是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当时还没给你做 电脑展选股法 找赚大钱 股价经过修正的 我没赚白败啦 台光店 获利成长三倍 股价五百五 跌到三百五 时间周期就算给你看啊 对不对 两日内注意反转 三百六买进 一路大涨上来 到四百五 一张九万 十张九十万 今天台光店也不错 今天台光店一度涨到八% 一度涨到八% 台光店我就还没卖啊 因为台光店底 新的一个头肩底 左肩底部 右肩又快做出来了 有卖就有卖 没卖就没卖 台光店我就没卖啊 这天没卖啊 两百六买的啊 外资讲六百零五 外资说六百零五 天天就好了 该卖我还是会卖 该卖我还是会卖 任何个股 你要在底部 就要开始买进了 不要大涨之后再追高 那退人赶紧而已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都没问题 你看一个月时间 五个分 一个月时间 任何一支股票 任何一支股票 带你进带你出 卖要卖卖啦 这些微信卖掉了 这家卖掉了 全部都卖大钱 这样的活卖 这样的活卖 融赚单股 把资金集中在一档 最具爆发力的个股 第二号 已经一路走上去了 等目标到我再看给你看 我们现在全力在布局第三号 一档AI概念股 获利成长一倍 股价在八个月底部 你有兴趣哦 集中活力做一档个股的 融赚三号 融赚单股三号 我们现在全力布局中 有兴趣的 我们一起合作 广告总有付电话 集中好 休息中马上回来 欢迎我在现场 今天大涨了400多点 收盘大涨362点 有兴趣吗 上礼拜四 上礼拜五 你敢下去买 今天就超开心的 对不对 今天大涨可是连夜提醒你哦 明天电脑展开幕 有的股票 起贯的 改贯你会想购哦 不要再去队贯了哦 长高的不要再去追了 要买没关系 找底部的股票买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才会轻松 不然跟我一起合作 我带你进都会带你出 好 我带你买都会带你买 尤其我只买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你能跟别人不一样啊 我买的股票几乎都是 但是其他分析师不会买的 可是之后你会发现 法人会拼命买我的股票 你看 星光金其他投顾老师会买吗 我八块三 八块二 八块四 我们就开始买了 我们八块二 八块三 八块四 就开始买了 是不是又是买底部的 上礼拜有大涨 上礼拜五大盘跌190点 星光金大涨8% 传出中性金药合并 净值16块半 八块二三 八块 那个几乎是送钱的啊 对不对 为什么其他老师不会买 领域专门找这种最安全的机会 让会员操作 上礼拜五外资一天大买13万张 外资卖超330亿 大买星光金13万张 三大法人买了17万张 这些星光金我继续去啊 我吃了买 这样有大贪吗 净值16块半 现在才9块多而已 你一天吃便当的博物 我找这种这么安全的股票让你做 对 润泰权 60 61 净值九十六块 今年一股至少赚一个股本 是不是又是买底部的 是不是最安全的股票 又最容易赚大钱的个股 南山仁寿 南山仁寿四月份又大赚 你看台大店 380跌到270 就是我们的母位了 做三趟 带进带出 第三趟353卖出 现在还有底部的股票 还有底部的股票 还有底部的股票 所以你放心的带我做 我没有给你提款 单股融赚 把资金集中在一档最具爆发力的个股 以后这已经发动了 我们现在全力布局第三方 AI概念股成长一倍 股价在八个月底部 有兴趣的我们一起合作 最好祝您操作顺利